罚球一直是一些内线球员的问题,但是本赛季在出场数达到20场以上,场均出场时间达到20分钟的球员中,罚球最烂的10名球员只有3名内线球员。 让我们一起看看这10名球员都是谁吧? 10、丹特、康宁汉姆效力于新奥尔良提湖队,是提湖的一名重要轮换球员。 不过罚球真的是他的一个不小的问题,刚进联盟时还能保持7成左右的命中率。 这两个赛季罚球降得有些厉害,本赛季只有58.1%罚球命中率,排名这些球员的第10名,9、杰伦·布朗效力于波士顿凯尔特人队,作为凯尔特人外线非常重要的一名球员。 布朗防守积极,身体中已经流淌了铁血绿筋的血液,3分也有着39.1%命中率,是凯尔特人外线非常一张的一名球员。 不过他的罚球只有可怜的56.6%的命中率,一年级的时候也有着68.5%命中率。 布朗今年进步巨大,下降的也只有罚球了。 8、月10,杰克逊效力于飞尼克飞太阳。 当时太阳队选杰克逊的目的就是看中了他劲爆的身体素质。 不过目前看来杰克逊好像也只有身体了,希望杰克逊不要成为下一个斯坦利约翰逊。 目前看来这两名球员有点相似,杰克逊投篮命中率不足4成,3分命中率不足3成。 罚球命中率也只有可怜的56.1%。 7、本西蒙斯效力于费成76人。 今年最佳新秀西蒙斯估计是没跑了,西蒙斯哪点都好,就是投篮太差了。 作为一名外线球员,没有一点投篮能力,西蒙斯只要练出投篮能力,成为超级巨星针的指月可待。 本赛据西蒙斯罚球命中率只有可怜的55.7%,还需要多加磨练阿6。 约翰、亨森效力于密尔沃基熊路队,熊路队的内线支柱,来领中锋,有着来领的一切特点,没有3分。 中投偶尔投投,肯盖刚活累活,还有很重要的一点,没有罚球。 罚球命中率仅有54.05%,格怀特·霍华德效力于夏洛特黄蜂队,魔兽出现在这里没什么令人惊讶的,哪年能没有他呢? 年年夏天苦练罚球,第二年罚球还是这样,今年来到黄蜂后罚球也没有丝毫的涨进,罚球命中率只有52.84%。 狼左、巴尔效力于洛杉矶湖人队,球哥也打了半赛季的球了,我们对他的实力也有了一定的了解,虽然他别为他召黑了不少,但是从近些场胡人的比赛中看下来,胡人离不开他。 胡人在失去球哥后经历了一波七连败,球哥回归后胡人五战四胜,况且晋级场比赛球哥的三分已经回暖。 本赛季球哥达球命中率48.03%,不灵,福布斯效力于圣安东尼奥马次队,没想到吧,福布斯竟然出现在这里,作为波波维奇培养的一名射手。 福布斯在人们心中只有投射,也可以说福布斯除了投篮好像也没什么可以值得吹嘘的了,不过像他这样三分命中率将近四成的射手,罚球命中率仅有46.7%。 2、梅森,普拉姆利效力于丹佛杰金队,作为一名白人内线,一般都是技术流,拥有不错的罚球水平,普拉姆利好像罚球不太零,从刚进联盟到现在罚球就没有好过。 上赛季还有着58.0%罚球命中率,本赛季只剩下41.25%罚球命中率了,一、安德烈,罗伯森效力于俄克拉和马雷霆队,要不是罗伯森拥有着联盟顶尖的外线防守能力,雷霆早就把他踢了,在进攻端简直如同灾难一般的存在,他能在防守端锁死对面的进攻箭头,也能在进攻端让自己的球队4打5,现在已经有球队开始使用坎罗战术了,真的,作为一名外线球员, 罚球命中率只有33.3%,这真的有点不像话了。